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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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平时满后不讲理了些 可是同时交往三个男子这种事 他是绝对不会干出来的啊 我去 你放了吧你 他们好像看不见我们呀 闭嘴 都给我专心一点 是 是 你到那边去睡吧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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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走 死 死 二郎神果然没有让我说 把公主您放出来了 玄机现在怎么样了 玄机正在坍塌 如今天际 唯有您 刻拼鸿光宝镜入内 只不过 您只有半主相的时辰 如果出不来 恐怕 那就不冒着入内 也太冒险了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公主不顾生死愿意一世 非之感激万分 还请公主 多多保重 太好了 确有玄商神君的神石碎片 有玄境飘落界下 看来就是公主 从玄境救下的那三片玉念神石了 那要怎么找到这三片玉念神石 这个嘛 还不知道 神石飘落 本来就没有定处 具体飘向何处 老夫实在是不知道啊 那三位上仙可知 如何引出这三片玉念神石 这神石碎片呢 早已脱离本体 既无神君记忆 像是已经化成了四界中的普通人了 如若想找回他们 就像大海捞针的 我等也没有办法 那 那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们要怎么学会神石复活他呀 公主莫及 办法是有的 老朽方才查阅了一下上古神卷 上面记载着 想要如何神石 必先将他们一一感化 但此方法必须极具原法才能成功 公主是唯一一个 对阴元桥认定为神君的本命之人 只要让三片神石碎片 都爱上公主 即可建立 通往复归神石的通经 阴元桥 没错 阴元桥是测定四界爱情的圣物 是不会有错的 更何况 昔日神君与公主抗力情深 我等也是有目共睹 此事若是公主 不能融合神石碎片 世间便更无他人了 也就是说 要让三片神石都爱上我 才能复活他 不错 不错什么不错呀 你们把公主当成什么了呀 她虽然平时蛮横不讲理了些 可是同时交往三个男子这种事 她是绝对不会干出来的啊 我去 你疯了吧你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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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